副县长陈振生前往南钢工业区服务中心大礼堂 主持送健康治企业 纠团一起来健康瞄准你活动 与议员赖燕雪南钢工业区服务中心副主任康志和 部立南投医院副院长洪世昌 一起启动109年流感疫苗企业团体施打服务 陈副县长呼吁企业主鼓励劳工一同接种疫苗防范流感 一早南钢工业区服务中心大礼堂已经有许多人在排队 准备接受本年度流感疫苗接种 副县长转转身议员赖燕雪 南钢工业区服务中心副主任康志和 南投医院副院长洪世昌等人都在施打活动前 呼吁民众只要符合资格应踊跃前来接受疫苗接种 城府县长表示 明年11月到隔年3月是流感后发起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最有效方式 今年县府卫生局采购了13万七千剂四家流感疫苗 而为了体恤劳工朋友辛苦 县府与南钢工业区服务中心合作 举办送健康到期益活动 提供工业区炒商、劳工及周边社区民众 流感疫苗施打便利服务 今天一早我们为了流感的问题特别来到工业区 那我们也了解流感是每年10月份到隔年3月份的互发起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还没结束 我们为了担心流感跟疫情有什么重叠的状况 所以今年从10月1号就配合中央卫福部的政策 来进行接种流感疫苗 那我们今年特别再去添过了13万七千支的疫苗 要来提供给县民来使用 那今天第二站我们来到工业区 那已经联系4年在工业区进行流感疫苗的注射工作 这方面特别要感谢经济部工业区的南钢工业区服务中心 以及直战工业区配合我们的流感疫苗的注射 也发动了期内的一般民众以及劳工朋友 大家共同来关心健康的问题 那今天非常踊跃这么多的乡亲 为了流感疫苗后别一早就来到工业区服务中心 这种精神令人感慨 当然也是为了自身健康问题 那我们也希望流感疫苗制射之后 病发症以及一些后遗症能减到最低 也更有保护力了 这方面卫生局他们会非常卖力的在这方面的宣导 那来到现场之后我们有4项癌症的筛检 以及心情温度计的服务 这些都是额外的 那最主要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快快乐乐 那在工作职场方面都能非常顺利工作愉快 那在这里一并制服大家身体健康 谢谢 另外一员来源学者表示 县府相当用心 特别在工业管理中心开设施打站 让企业界及劳工朋友更为便利 由于流感好发在冬立春节前后 因此选择这个时候开始施打 对于未来有相当大的防疫作用 今天是我们公费流感疫苗施打的第二天 可以说是相当的踊跃 那么南投县政府相当的用心 特别在我们的工业管理中心呢 开设这个施打疫苗站 让服务我们这些企业界 以及我们劳工界的一个朋友 我想安全第一 健康第一 所以这一次的一个施打呢 也因为流感疫苗 这容易在我们的过年 跟这一段期间做爆发期 所以呢今天的一个开打 可以说是相当多的人 一起来共享盛举 那么厌学长期关注我们国人的一个健康 这也是我们第二天的一个施打 我们期盼说这个剂量一定要补充够 让我们没有达到的朋友 也可以到我们的卫生所来做施打 那么施打的原则有相当的多 像我们的医事人员 在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包括我们的卫生的一个单位人员 都是可以优先来施打 还有我们65岁的长者也可以 还有我们学龄前 还没到学校去上课的小朋友 也可以做施打 所以厌学呢 今天特别来现场关心 我们看到我们所有医事人员的辛苦工作 表示最高的一个敬意 也谢谢我们县政府 卫生局的一个用心跟努力 期盼大家的努力之下都能够安全健康第一 这一次除了流感疫苗接种之外 同时提供四项癌症森检服务 另外卫生局特别设置新型温度计检疫筛检区 关心职场员工心理健康 卫生局表示为了提供接种可见性以及便民性 县府也请各卫生所以及医疗运所在社区活动中心 关怀据典等只要人数达35位 卫生局可设置社区接种服务站 提供社区民众便利性服务 有需求的单位可洽所下卫生所或是合医院所 记者成立志 南投市采访报导